2月8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新年团白会上 说去年中国经济放眼全球 仍是风景这边独好 这下网友可炸锅了 舆论的普遍看法是 中国经济已经烂到如此的地步 究竟中共党魁是哪只眼睛看到了这边独好呢 网友发帖说 股价大跌 韭菜跳楼 房地产烂尾 欠债过万亿 失业创新高 外资大举撤离 创纪录的走线偷渡美国 还有富豪移民 韭菜失业睡大街 新年不可除夕 回乡遭天遣 暴风雪堵车 塞了5天回不了家 这真是风景这边独好呢 还有网友说 死亡螺旋开始绞杀 中国经济大萧条进行时 所谓政策就是掌权者拍脑袋 毫无法治规则 今天能放开 明天就能收回 趋势已成 国运逆转下 没有太多人可以幸免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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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